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自己的美貌与才华一跃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 英雄最难销售美人们 吴王夫差成立于西施的美色 无心国事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后来吴国中被勾建所灭 西施最后也被勾建以王国有武的名义逆死于谷中 二 貂蝉 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人物 民国传说貂蝉是东汉幕 严司徒王允家的义女 色气俱佳 活色天香 为了实现王允匡扶东汉王朝的基业 挑过吕不可懂卓的父子关系 以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 据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记载 与布白门楼允令 便以一句妻女运回许都做了了结 像貂蝉如此风华绝带的女子 在乱世中也是难于善终 她是匡夫汉世的女英雄 不惜又滴成祸水 关于她的去向 忠诚迷 三 王朝军 王朝军 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大美女 聪慧一诚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尤其谈得一手好琵琶 昭君的绝世才貌 顺着湘西水传遍南郡 传至京城 汉原帝昭是天下 便选秀女 王朝军为南郡首选 传说王朝军进宫后 因自是貌美 不肯贿赂画师 结果画师把他的画像画得极其平庸 而且还故意在他脸上 画了个丑陋的黑纸 王朝军失去与皇上相会的机会 为了湖汉双方的和平共处 他自愿请求出赛和亲 在出赛的途中 王朝军一想到与故土有别 心中不由一悲 一时忍不住弹奏了出赛曲 令人听了哀悉 王朝军的努力为国家带来了和平 可是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 令人惊叹不已 四 杨玉桓 杨玉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唐玄中的宠妃 夫如宁之 脸如满月 一篇一笑 风情万种 雍容花跪透着一种典雅 相传杨玉桓一日闲逛到花园中 看到百花齐放的美景 不禁与之对照 泪水素素而流 手指不自觉地附在了盛开的花桃上 竟令绿叶卷起垂下 连花朵也修得微微垂下 便有了修花之称 天宝石无奈 安禄山发动叛乱 杨玉桓随里农机流亡蜀中 途经马为义 于六月十四日 在马为义死于乱军之中 一代佳人相小遇远 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